最近我在澳洲大街上看到越来越多我们的国产汽车 前几天刚好在路上看到了这些运来的新车 也去4S店转了转 现在除了4S店 我发现在澳洲的商场里还专门设置了宣传点 我去了几个商场里边都有 而且感兴趣的澳洲人还有不少呢 我特别查了一下相关的数据 7月份咱们汽车出口39.2万辆 创历史新高 比上月增长了2.7% 同比增长35.1% 1至7月份汽车出口253.3万辆 同比增长67.9%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继续延续良好表现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增速超过了传统燃油车 前7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了超过1.5倍 有预测数今年来看 我们预计全年汽车的出口将超过400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稳超100万辆 咱们中国的汽车出口会成为第一大国家 当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而不断推动自主研发 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继续努力那是肯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看到我们中国汽车 在海外这么蒸蒸日上的发展 我非常骄傲 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中国汽车加油